画面中可以看到机车骑士执行在巷子内突然刹车 停人一会儿后方建车来不及反应撞了上来 建车则是赶紧停下来 这一撞骑士整个人得逃在 从车上往后跌落 重摔倒地 肩被擦伤 首先意识清楚 而撞击力道之大 机车后车厢还被撞到打开来 地点就在台北市市领区德行东路上 今天中午12点多 骑士疑似里让前方行人及时刹车 造成后方建车闪避不及 后续警方到场双方也同意和解 建车愿意赔偿其事